航海家1号和2号 这两位星际老兵 已经在太空中默默飞行了将近半个世纪 更令人惊叹的是 它们所依赖的能源 仅有微不足道的23瓦 差不多就是一个微波炉待机时的能量消耗 即便如此 这两艘上世纪70年代发射的探测器 仍然顽强地向地球发送微弱 但稳定的信号 像两束来自遥远过去的细雨 在浩瀚宇宙中依旧被我们捕捉 最新的一项研究成果 揭示出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 凭借现今的先进探测技术 我们地球上的射电天文台 已经具备能力捕捉到 来自接近一光年之外的微弱信号 换句话说 即便一个信号源 像航海家号那样能量极低 只要它稳定地说话 我们也能听见它在近9.5万亿公里之外的耳鱼 这项发现也引出了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 既然我们能侦测到如此遥远且能量微弱的传输 那反过来 我们自己 地球 在宇宙中是否也像一盏不灭的微光 在黑暗的星际空间中 向外广播着我们的存在呢 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这项研究背后的深远意义 它不仅为SETI 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注入了新的动力 也为我们理解在浩瀚星海中寻找智慧生命的可能性 点燃了希望的火花 本次研究的领头人是SETI研究所的核心成员 年轻而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索菲亚·谢克博士 他领导的研究团队 主演于一个具体却意义重大的问题 依赖现有地球上的技术系统 我们究竟还能在多远的范围内 持续接收来自航海加号探测器的信号 自1977年从地球启程以来 航海加一号已经走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 目前距离我们已有超过240亿公里之遥 相当于太阳到地球距离的160倍 然而 即便身处这般遥远之处 它依然在和我们通信 像是遥远的亲人 发挥一封迟来的家书 它发挥的微弱信号 并没有淹没在宇宙的寂静之中 而是被NASA专门建设的深空网络所接收 这是一个遍布全球 由一系列高灵敏度射电天线组成的巨型监听系统 专为追踪如航海加号这类深空探测器的细语而设计 尽管航海加号本身的发射功率极为有限 远不如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设备强大 但科学家们计算得出 依托现有的接收技术 我们仍能在它距离地球接近一光年 也就是约354个光日的情况下 捕捉到它那微弱而顽强的信号 当然 这个距离是建立在一些假设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说 如果航海加号还能持续工作并继续发送信号 而我们的接收技术也保持当前的水准不变 这0.97光年的侦测极限才有可能实现 按照它目前以每小时大约61500公里的速度飞行 这艘飞船若真要抵达理论上信号还能被接收的边界 还需要再飞行约17000年 这几乎是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两倍之久 不过必须面对现实的是 航海加号目前所依赖的核电池 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彻底耗尽电量 届时它将逐渐沉没 停止发送任何信号 然而 这项研究真正的核心 并不在于航海加号还能跑多远 而在于 它那微弱信号究竟能传播到多远的星空之外 这是一个关于可探测性的科学问题 也是一种对我们技术界限的重新定义 这种可以追踪到近一光年的探测范围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动的范例 即便是功率极低的人造信号 在深空网络等全球协调的大型接收系统支持下 也可以在广袤宇宙中维持长时间的可识别性 这为人类探索宇宙中的技术足迹 提供了一个清晰可信的尺度 这一成果 也构成了我们地球文明发出的技术特征中 最实际 最易量化的一个样本 它不依赖高功率广播 而是通过恒定低能的信号 向太空默默诉说着我们的存在 航海加号 这两艘被人类赋予使命后 就几乎独立航行的宇宙飞船 无意间成为了科学家研究 微弱而持久的信号 如何穿越星际空间的理想范本 一种无需人为干预的自然实验平台 由于它们结构简洁 系统稳定 同时又历经时间考验 航海加号 也为我们评估来自其他文明可能存在的人工信号源 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标准 无论这些信号源是我们人类自己制造的 还是来自遥远星系的未知智慧 在搜寻外星生命的路径中 科学家们越来越重视 所谓技术特征这条途径 与传统依靠寻找水或生物迹象不同 这种方法关注的是 文明活动所遗留的技术痕迹 也就是说 不再是寻找生命本身 而是寻找文明留下的噪音 这些技术特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可能包括刻意发出的无线电信号 也可能是文明活动带来的副产品 比如工业化引发的大气污染 大规模能源消耗 或是城市无线网络 军事雷达等设备无意间产生的电磁泄漏 每一种都像是文明在宇宙中的指纹 需要明确的是 谢克博士这项研究的出发点 并不是去寻找外星人留下的技术信号 它的目标并非要证明外星文明的存在 而是站在科学审慎的立场上 反观我们人类自身的技术痕迹 究竟在宇宙中能够传播多元 它的研究采取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 以航海家号为代表的微弱信号源 以及我们用于接收这些信号的 深空网络为样本 全面评估我们地球自身向外 发出的各种电磁信息的 可探测性和传播距离 而由此 自然而然引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新问题 这个问题既关乎科学 也触及哲学 如果我们能听到自己微弱的声音 那别人是否也听得见 换句话说 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与我们相仿的技术文明 假设它们拥有类似的探测设备和科学眼界 那么它们是否也能像我们追踪航海家号那样 悄然间就探测到 我们地球所无意中泄露出的信号呢 从当前的研究推论来看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的存在 并不像我们曾经自以为的那样悄无声息 而是有可能 早已在宇宙的某些角落被听见 这一认识 不仅重新定义了 可探测文明的标准 也扩大了我们对文明之间 可能建立联系的想象空间 只要有持续的技术活动 哪怕没有刻意广播 文明就已经在说话 航海家号所发出的信号 虽然功率极低 而且不像聚焦射电波那样具有明确的方向性 但它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使得它即便在极其遥远的距离 也仍能被现代技术捕风捉影般地侦测出来 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员 拉米罗赛伊 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它的工作为上述理论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 使得技术泄漏可被探测这一概念 更加扎实可信 赛伊深入分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 习以为常的两种无线电发射源 移动通信信号塔和航空管理所使用的机场雷达 这些设备虽然不以对外广播为目的 但它们的强劲信号 已经在无声无息中穿越大气层 进入了深空 它的计算显示 即便是功率较低 主要服务于本地通信的手机信号塔 其发射出的电波也可能在时光年之内 被灵敏的射电望远镜捕捉到 这意味着我们的科技痕迹 可能已经越过了临近恒星系的边界 而相比之下 用于航天或航空的雷达系统 其发射功率高出许多 而且通常是以强定向的方式工作 因此在理论上 其信号最远可以传播至200光年以外的空间 被其他潜在文明侦测到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我们必须意识到 这些信号的最初设计目的 并不是为了与外星人通信 甚至也不是为了穿透地球大气 它们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顺便泄露到了宇宙之中 这些信号所依赖的设施 如基站 雷达 广播塔 已经深度嵌入我们的现代城市与生活中 但它们的副产品 就是不断地向星空发出一种 技术文明的无意呼喊 正是这种并非刻意的技术泄露 形成了所谓的被动技术特征 它不是一封写好的信 也不是一段编码的信息 而更像是文明存在的背景噪音 一种持续不断 无意识中扩散出去的活动痕迹 从无线电广播兴起的20世纪初开始 到如今智能设备和卫星通信的无处不在 地球文明实际上已经在无形中 向宇宙广播了近百年 这些信号并非为外界准备 但它们已然成为我们存在的响亮证明 令人振奋的是 随着如平方公里阵列 Square Kilometer Array 简称SCA 这样的超大规模射电望远镜计划 在未来几年逐步投入使用 我们坚听宇宙的耳朵将变得更加灵敏 这个跨国合作项目 将在澳大利亚和南非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天线网络 能够比现有设备捕捉到更远 更弱的无线电信号 大大提升我们侦测其他星球技术痕迹的能力 这一技术上的跃进 也正在悄然改变SETI计划的整体战略方向 从过去那种等待外星文明主动打招呼的设想 逐步转向倾听日常声音的新思路 换句话说 与其守株待兔 期望某个智慧物种朝我们发送特意构造的信号 不如聚焦于它们平时生活中所无意释放的电磁噪音 那些与我们城市雷达 电视广播类似的技术漏痕 或许更可能成为我们发现它们的线索 这项研究的核心启示是 我们赖以生存的蓝色星球 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吵闹得多 它不仅仅在生物学层面活跃 在技术维度上 同样不断地向宇宙发送存在的信号 无论我们是否有意愿去联络外星生命 现实是 我们早已通过各种形式的电磁传播 从航天器的远程数据传输 到覆盖全球的移动通信 再到覆盖整个天空的军事雷达 在银河系中留下一串串技术回升 这种被动而持续的可探测性 不仅是一项科学观察 更引发了哲学上的深刻提问 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被看见 我们又如何定义 文明的隐私 与宇宙中的交流之间的边界 如果我们在几时 甚至数百光年之外 都可能被侦测到 那么只要有某个文明 正好处在那个位置 且正在监听 他们或许早在我们自觉之前 就已经意识到 地球上存在着一种 喧闹而复杂的技术文明 因此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 这些发现 进一步巩固了一个趋势 塞地因更注重被动探测 不再强求对方打招呼 而是耐心地分析那些看似平凡 但可能透露文明存在的日常杂音 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停止不断地寻找你好 地球人这种明确广播 而转向分析 某些恒星系统中 异常地窄带电磁信号 尤其是那些和地球雷达 或电视台输出功率相仿的频率特征 它们更可能是智慧生命 在不经意间留下的技术指纹 未来如SCA和下一代 盛大阵列NGVLA等超级天文设备 其超高灵敏度 将赋予人类侦测能力致得飞跃 它们不仅可以听见更微弱的声音 还能从更遥远的宇宙深处 捕捉蛛丝马迹 为人类描绘出一幅 更加清晰的星际图谱 再加上机器学习 和人工智能算法的辅助 天文学家将能够更高效地 从海量数据中筛选异常信号 这意味着 我们或许能第一次 通过对文明的副产品 而非它们的语言 来辨识宇宙中 是否有人在另一边 然而 这一切的背后 也带来一场辩论 既然我们知道自己并不隐形 那我们还应不应该继续主动对外广播我们的存在 这已成为SETI和METI主动发射社区中颇具争议的话题 有些科学家对此持谨慎甚至悲观态度 主张我们应减少技术泄漏 甚至主动进入无线电沉默 以避免被可能敌意的文明探测到 这种观点的核心在于预防性防御 避免在我们尚未了解对方的情况下 过早暴露自己 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 他们认为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 我们早已在技术层面自我曝光了 所谓的妖怪 已经被我们放出了瓶子 想要收回 可能已经为时太晚 因为我们建造的雷达 运行的通信卫星 乃至城市密布的电信网络 早已将我们的存在证据 扩散到星空之中 成为银河系中一段无法抹去的电磅档案 正如航海家号所证明的那样 即便是出自上世纪的低功率设备 其信号 也能在远离太阳系数十亿公里的空间中 被地球成功接收 这位人类声音可以传播多元 提供了坚实证据 它具体直观地展示出 即便我们没有刻意向外传递任何问候 我们的技术文明 仍旧在以不间断的方式 向宇宙延续着自己的声音 原本被设计用于行星探索的航海家号 如今竟然无心插流 成为科学家研究技术外泄 和宇宙信号传播课题的最佳实验样本 它的新使命 甚至比原先的任务更具跨时代意义 这一研究清晰地表明 即使是一束弱小的信号 只要持久而稳定 便足以跨越近一光年的距离 这使得航海家号 成为搜寻外星文明研究中 一个罕见而珍贵的校准工具 随着新一代望远镜 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的成熟 我们距离首次探测到来自地球以外的技术痕迹 或许只差一步 那将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 即便航海家号终将沉寂 它那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细语 依旧在太空中传播 为我们解读地球在银河系中 所处位置与可见程度 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线索 这不只是关于一艘飞船的故事 它讲述的是 人类文明如何通过科技 把自己的存在痕迹 从地球延展至星际空间的壮阔征程 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宇宙广袤无垠 我们才刚刚学会倾听 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发现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听见属于他者的回应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宇宙中 唯一不变的指南针 就是那份深藏心底的好奇心 愿它指引我们 走得更远 听得更深 谢谢观看